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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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做技工的法人的師傅 有一天 曾經有師傅說 我們藤門有一個菩薩回來做技工 師傅吃麻煩 然後八點外說 也叫我來這裡姐姐來講 有一個開工 大家開工吃麻煩的時候 就問菩薩來你們家回來 來回家我們家 給你們家人請教 我說你如果請什麼教 我沒有想辦法 要來就來 要回家就好 怎樣就請教 師傅聽聽一下 你們在回家很反應 但是你要跟家人請教 無論是長到小 老公、小孩都好 要跟他們請教 還說要收拾自己 不是要來就來 要回家就回家 我先說我都說不對 我現在要收拾自己 我說的要做主意 做技工 我當時以前去法輿 因為沒有到家裡 一個小孩而已 人家又卡電 名字又出門我也去 有時間我就把它拿去 你看像我們上年 讓我們去便宜做技工 是要讓人看那個境界 這間吃不上 會好做的人 就真的要趕快來做 我就是要煮飯的部分 要做相機 要看人家 吃肉包 很開心 最多 煮肉多餐的大餐飯 他們說只有牛米 牛仔幾天 手都拿不起來 煮多好吃是不會 煮熟 看人家吃肉包 就好了 不才有力氣做行動 不才有力氣受傷 千感謝兩感謝 就是想您給我們的機會 讓我們大家可以做主意 因為這區 福福電給我們敬念 我就好好做 希望大家大家相傳 做下去